今天我们讲讲翻译的服装 翻译的服装应该符合礼宾规范 并且符合活动的要求 并与其他参加人员保持一致 切不可在陪同或翻译场合穿便装 休闲装 旅游鞋 背双肩背旅行包 翻译一定注意在参加正式活动时要穿西装 参加晚会和晚宴要穿深色西装 领带最好选择近一两年来比较流行的花纹和样式 皮鞋颜色要和西装相配 如果没有几种不同颜色的皮鞋 可以选择百搭的黑色皮鞋 西装要干净并且晕烫平整 裤子要有笔直酷线 如果一连几天参加活动 要注意每天更换衬衣 衬衣最好选择浅色平纹或浅色细花纹的 领子要干净平整 袖口要整齐 可以佩戴袖口或使用一般扣子 尤其在接待阿拉伯代表团时 要充分尊重对象国的文化传统 女艺人尽量准备适合冬夏两季穿的 长袖西服套装 如果可以穿西服套裙 接待比较开放的阿拉伯代表团时 切记要准备一双备用的长筒丝袜 可以携带颜色搭配的手提包 配戴简单的事物 以淡装为仪 并在包里携带简单的补装用品 口译笔记符号 口译笔记的记录符号没有固定的格式 议员可以参考别人采用的一些符号 也可以自己创造具有个人特色的符号 只要便于记录便于解读就行 在符号的学习和使用过程中 最好是熟悉了原来掌握的符号之后 再学习使用一些新的符号 否则在口译的过程中 自己已记下来的东西 很可能也会被庞杂的符号系统 搞得晕头转向不知所遇 作为母语为汉语的译者 有一个得天驼后的条件 可以利用汉字来做口译记录 因为汉字本身就是一种表意形象符号 每一个汉字都是一幅具有丰富内涵和外延的图形 而且由于多年的书写习惯 我们可以迅速地用一两个汉字 严简易概的记录相关内容 解读起来非常便利 便于联想组合复制 除了使用汉字以外 口译记录可以使用一些约定俗成的符号 这些符号的特点是书写方便 快捷而且表现力极强 容易辨认 例如小圆圈表示人的头部 代表人与国家缩写联系在一起 即表示某一个国家的人 比如F圆圈代表法国人 阿语的含义是Francy SP小圆圈西班牙人 阿语Espanio US一个小圆圈 美国人Emerikian 中国一个小圆圈 中国人Cney 比如D是英语day的缩写 将这个字母和一个圆点结合在一起 可以表示时间 D就代表今天阿语的含义是Eliouma 那么左边加一个点加D是表示昨天 阿语的含义是Ems 左边两点加个D表示前天 阿语意思是CableAms 左边三个点加一个D是三天前 阿语的含义是CableThelethetayam 那么将这个点加在D的后边 就是明天 意思是Gden D后边加两个点是后天 意思是BadeGden D后边加三个点 就变成了大后天 YaniBadeThelethetayam 中国号 至于中国号之内的内容 意思是在什么什么之内 在什么什么之中 在什么什么框架内 在什么什么范围之内 等 在阿拉伯语中可以表示 Faitar Mada Dimna Mada Ala Nitaq Mada 等于号 可以准确的理解和复制为 等于 相同 相当于 在阿拉伯语中可以表示 Yousavi Yani Bemethet Nafs 加号 加上 另外 附加 额外 等 在阿拉伯语中可以表示 Zaid Idofaten Ila 在阿拉伯语中可以表示 Hazafah Hazafah Izaleth Yah 等符号 大约 差不多 几乎 基本上 如此等 在阿拉伯语中可以表示 Tagriban Hawali 阿拉伯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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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升的箭头 这是一个概括性和表现力很强的符号 可以用来表示一系列的相关含义 上升 增长 增加 上涨 日渐高涨 进步 改善 好转 提升 提高 加载 搞上去等等 在阿拉伯语中可以表示 Izada Yetafah Tazayada Takadama Tahassana 下降的符号 这个符号表示 与上面符号相反的一切含义 下降 降低 压低 减少 下伏 日益衰落 后退 恶化 变得更糟 卸载 下马 降下来等等 在阿拉伯语中可以表示 Nazala Hafad Yenhafad Tahara Tahallaf Tadahwar 右箭头 出口 输出 派出 在阿拉伯语中可以表示 Tahsir Baaf 也可以表示前进的方向 到什么什么方向去 到什么什么地方去 目的地位 什么 在阿拉伯语中可以表示 Ittajaha ila Qasada ila 左箭头 进口 输入 引进 在阿拉伯语中可以表示 Istirad Idhaal 斜杠 结束 另起一段 仅此而已 我就说这些 好的 就这么决定吧 一言为定 等等 在阿拉伯语中可以表示 Intaha Laghyr Hasanan Itafakna 大语号 大语 多语 圣语 Youyu 超过 在阿拉伯语中可以表示 Akbarmin Aktharmin Tafawqaala Tajawazala 小语号 小语 小语 少语 差距 次语 欠缺等 在阿拉伯语中可以表示 Aqalmin Azharmin Alfajwa Bayna Mada Wa Mada Yangkosu Shay'an 错语 测语号 交换 换为 变换 变化 改变 转变 等等 在阿拉伯语中可以表示 Tabadala Tahawwala Ila Tagayyara 五星 表示 优秀 杰出 重要 明星等 在阿拉伯语中可以表示 Mutafawwequn Mumtaz Jaleel Shakhsiyya Muhimma Nujum Cinema Iya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常见的符号 比如 涉事度 欧元 英镑 等等 翻译的吃饭问题 前驻伊朗大使 华黎明 曾经这样回忆到 要知道 我们当翻译的 在宴会上 是不能做正做的 领导吃饭的时候 我们要拿把椅子 坐在他们后面 我还赶上有两次 连座位都没有 就站在后面翻译 施燕华女士 回顾过这样的事 宴会是 邓公经常用来与外国领导人 私下交换意见的好机会 所以 有时翻译顾不上吃饭 但邓小平 谈一阵 总记得对外宾 做一个运动员式的 暂停手势 说我们现在暂停 让翻译吃点东西 轮到上田时 他经常会把自己的那份 推到实验华面前 说你娃子爱吃甜食 让他吃双粉 上面两则摘抄 大致员员在宴会时的一般状态 很多时候 餐桌上即便给翻译准备了餐具 而且菜品也会一道不辣的端上来 但餐具基本上就是摆设 没有动刀叉的机会 对议员而言 最理想的情况 也就是喝一点饮料而已 因此 最好在参加宴会翻译之前 先解决自己的就餐问题 以免饿着肚子上阵 同时 也要注意不要进食过多 尤其饮水适当 因为翻译在席间 一般不能随便离开 遇到级别不是很高 或是非正式的宴请 如有重要事情必须离开 或须上卫生间 应该在两道菜之间 宾主谈话出现间断的时候 告歉宾主双方 得到批准后可以离开 并迅速回来 翻译的时间观念 无论参加什么活动 都要告诉自己 要提前到达 特别是现在城市交通拥堵 一定要早一点出发 做一个守时的议员 如果出现会场离住所 特别远的情况 有时甚至可以选择 头一晚在会场附近的酒店入住 以便充分准备第二天的活动 掌握一文的度 最为口译的技巧 翻译可以对原文进行解释 增词 以便接触出其本质的意思 但是有许多议员 过度解释 或者掺杂过多的 个人见解和补充信息 原文之后一两句话 一文却是一大段 以至于讲话人感到疑惑 我讲了这么多吗 如果多次出现这种情况 就会引起讲话人 对翻译质量的质疑 因此 议员应该掌握一个原则 即解释性的内容不宜过多 时刻提醒自己要答意 如果遇到翻译典故的情况 占用时间多一些 建议向讲话人稍加解释 请不吝点赞 订阅